为了鼓励青年加入农业的生产行列 台中市政府特别跟市农会合作 推动青年农民辅导计划 除了规划有120小时的农业基础课程之外 更有农场的食物见习培训 这一天是安排了四位学员 来到了清水区的水果小黄瓜园 跟农友交流学习 并给予的相关栽培管理建议 希望帮助他们在未来的农事发展上 也能够更加顺利 往事里农友张育中仔细向学员们 教导水果小黄瓜苗的照顾方式 为鼓励青年加入农业生产行列 当市政府与市农会合作 推移动青年农民辅导计划 这一天特别安排农场食物见习 由农友担任导师 给予学员各种栽培管理建议 我给他们观念是说 你想要植物长得什么样子 那取决于你怎么给肥料 所以不是盲目的给肥 而是说你想要它长得什么样子 所以我们才去做肥料修正 那还有一些就是 务农的一些销售面的重要 然后还有就是你跟做面 需要用什么态度去面对你的植物 这次参访进行的农场就位在清水区 除了学习种植水果小黄瓜外 也会教导当地特产韭菜的种植方式 而虽然这次参与见习的四位学员 本身并没有种植小黄瓜和韭菜的经验 但他们认为透过多面向的交流接触 也能帮助自己强化农事竞争力 我本身是在种水稻跟芋头 不要说只有这个基数 就是看更多搞不好可以学到更多的基数 然后在建设上面 不要说只有自己的行业 就是建设更广 我们都会去跟这些青农 或者是这些老前辈 或者是跟这些学长姐们 他们去做一些交流 就是尽量的说学到这些东西 能在帮自己的农企业或农品牌 可以有更好的更顺利的这个进程这样子 我想站在农会的角度 我们全力以赴来协助这些青农 我们希望把最好的农特产品 透过青农的努力 给我们所有的我们的消费者 今年共有18位青年农民报名参与 并针对各自需求提供各项协助 市府农业局也期盼透过资源整合 达造全方位的辅导计划 吸引更多青农返乡务農 为台中农业发展开创新奇迹 谢宸博安台中采访报道 谢宸华安台中采访报道